在大家的印象中,和大贪官和珅对立的纪晓兰,是一位富有才识的证人君子,会讲幽默的笑话,机智聪明,能够及时应对和珅的阴谋诡计,看过电视剧的观众都对纪晓兰很是喜欢,但就是这样的一位大才子,却有着一面颠覆大家三观的形象。 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,这里是真正历史,关注我,你一定不会后悔。 学识渊博,大祭晚成的清官文臣纪晓兰,纪晓兰本名纪云,公元1724年出生于河北省县县,纪是祖先开明勤劳,使得家业十分昌隆,很快纪是一族就成了县县的一门富户大族,纪晓兰的父亲希望儿子能通过读书考取功名,将来光耀门眉,归黄家世,于是他不惜花费重金四处聘请名师,希望儿子能陪交得当,月便典籍,博学多时。 公元1730年,6岁的纪晓兰参加了本县的童子室,以优衣的成绩得到了神童的称号。 5年后,11岁的纪晓兰随父入京,进入生云京社读书研习。 纪晓兰16岁那年,抱孙心气的父母为她学了一房正妻。 此女是临线马家的长女,笑貌温婉可亲,为人端庄媚脸。 很快,纪家父母和马家父母敲定了婚事,纪晓兰随即迎娶了马氏为妻,婚后夫妻和顺恩爱,举案其媒。 公元1743年,纪晓兰参加了本省的科室,并喜获了第一名的好成绩,献杀了街坊四邻。 在众人的恭维和凤云之中,纪晓兰渐渐开始变得志得意满,自交自经起来。 这一年的深秋,纪晓兰的长子降生,纪家一时间双喜临门,更加令纪晓兰忘乎所以起来。 一年,纪晓兰参加相识,但因其利益破题,文非提议。 故此次相识纪晓兰仅仅得到了位列四等这般惨不忍睹的结果,纪晓兰本不是个不学无数之人。 公元1747年秋,她报名参加了顺天府的相识。 这一次,考前准备充分的纪晓兰顺利夺魁战首,中了相识的第一名,戒园。 公元1748年,初次参加会试的纪晓兰名落孙山,她不甘就此作罢,一直发奋读书,并于公元1754年参加了政科会试,取得了第12名的理想排名位次,获得了电视资格的纪晓兰继续努力备考,在当年的电视中收放自如,发挥超长。 最终考取了二甲第四这样的好成绩,乾隆皇帝亲自越试过考生的试卷后,任命纪晓兰为汉林院术级室,让她主要负责修书编撰等事宜。 自那以后,大祭晚成的纪晓兰总算得偿所愿,开启了她的仕途人生。 纪晓兰的风流意识 影视剧并不能代表真实的历史,它们只是对历史的加工和娱乐呈现,纪晓兰目中的七位女子揭示了她真实的一面,她的豪色之举并非凭空想象。 而是历史记载中的一部分,纪晓兰的生活方式,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关注和争议。 历史文献中记载了纪晓兰的一些生活细节,她自述说自己是个豪色之徒,以肉为食,追求女色,每天与多位女子交往,分别为早上,上午,下午,傍晚和临睡前,不容缺席。 除此之外,还有时不时的额外娱乐,这些细节使人们不禁惊叹,纪晓兰的豪色之情竟然如此旺盛,且在年老之后仍不减。 纪晓兰对女性的需求几乎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,而这种需求在她的墓穴中也得到了确凿的证据。 七位女子的存在,说明了纪晓兰拥有远超传统的妻妾数量。 这些女子的地位应该属于纪晓兰的小妾或侍女,她们并没有独立的光果,而是围绕在纪晓兰的光果周围,似乎永远侍奉着她。 纪晓兰的正妻马氏,可以说是一个不一样的女子。 马氏年轻的时候,容貌美丽,有众多追求者,并且惊涂诗书。 纪晓兰对于她的这位正妻,可以说是十分的尊重,不敢过于轻视。 两人相敬如宾,最让人难以相信的是马氏对于纪晓兰那妾的事情也表现得十分宽容。 就这样,两个人一起相濡以沫了六十多年。 而在六个妾室中,有两位小妾读得纪晓兰的宠爱。 一名是纪晓兰在十三岁的时候娜的小妾,叫做郭彩芙。 纪晓兰对她的宠爱到什么程度呢? 纪晓兰在她编写的《淮戏》杂志终为她留笔描绘,还曾为她作诗过。 另外一名小妾沈氏小了纪晓兰三十七岁,因为年纪小,得到了纪晓兰的过多偏爱。 而正妻也很喜欢这个小女孩,对她多加照顾。 纪晓兰在沈氏去世后,专门为她赴誓一手。 虽然纪晓兰对她的两名妾室独独宠爱,但是对其他妾室也是十分爱惜,尽可能地在诸女中保持公平。 当然,在纪晓兰死后,这些女子也不能免俗地要与纪晓兰陪葬,可见封建制度中的丧葬风俗是多么的可怕。 纪晓兰目的的历程 在纪晓兰死后,嘉庆帝曾经为其专门撰写记文和碑文,这可以说是纪晓兰死后获得的一大殊荣。 尽管如此,其目的还是遭受到盗墓贼的盗啊。 据考察,纪晓兰目的墓碑在1920年和1940年这20年间曾遭受过雷击,还有在纪晓兰目旁边的许多文物都被人盗走。 所以一开始在发现纪晓兰目的时候,其表面显得十分凄凉。 纪晓兰最高的官位曾达一品礼部尚书,后还有太子少保等一系列头衔,因为其官位过高,不适合与祖先们葬在一起。 所以当时纪晓兰专门请了一名风水先生来帮她选目的。 纪晓兰的目的原本风水好,规模也极大。 但是经过时间的推移和盗墓贼的一系列偷盗行为,才沦落到如今荒凉的境地。 诸多毛病,成就纪晓兰的高兽。 史料之中的纪晓兰可以说是有各种各样的小毛病,她爱吃肉,爱吸大烟,不竭之欲望。 这些小毛病放到一起,足以使人致命。 但是有意思的是,纪晓兰并没有短命,反而活到了八十多岁这样的高龄,在那个平均年龄都是五十岁的时代,可以说是惊掉人下巴的事情。 当然,说到纪晓兰评生最大的成就,一定是流传后世的两本著作《四库全书》和《月威草堂笔记》,可以说这两本书是文学剧著。 据《青石鹿》的记载,纪晓兰一生中最为频繁的两项工作是主持科举和领导编修工作,她曾两次担任相识考官,六次担任文武会士考官,因此她培养了众多的学子,对当时的士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除此之外,纪晓兰还积极参与朝廷的震灾活动,每逢震灾之时,她总是率先垂范,亲自奔赴灾区,身先士族。 这些行动赢得了百姓的赞誉,纪晓兰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大清官员,民间流传着关于她慷慨解囊,乐善好施的故事,她的声明与地位可谓是达到了巅峰。 值得一提的是,纪晓兰在六十岁之后,曾五次担任督察院的长院,并三次出任礼部尚书,尤其是在她去世之后,她的风光达到了巅峰,朝廷特地派官员前往纪晓兰目前祭拜,嘉庆皇帝更亲自提写碑文。 以彰显纪晓兰的功绩,纪晓兰的圣名一时无两,成为了当时最为备受推崇的人物。 纪晓兰的一生是辉煌而传奇的,她在乾隆时期并未获得广泛的认可,但在嘉庆时期,她得到了皇帝的青睐,成为了清朝最具影响力的大臣之一,她的才华和贡献得到了朝廷和百姓的广泛赞誉,她的名声和地位也达到了巅峰。 纪晓兰作为清朝乾隆和嘉庆时期的重要大臣,她的功绩与才华广为人知,然而,对于真实的纪晓兰的了解,却让人们重新认识了她,与影视作品中描绘的清新寡欲的形象不同。 纪晓兰实际上有着贪恋美色和爱好美食的两个癖好,这些缺点也成为了她真实人性的一部分。 文学上的才华横溢和生活上的不自爱,形成了两个极端,纪晓兰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人,将这两种极端都兼容了。 人无完人,精无足斥,虽然发现了纪晓兰的真实面目,但丝毫不影响她在人们心中的地位,毕竟她在文学界所做出的贡献已经远远超出了她的瑕疵。 俗话说得好,瑕不掩瑜,纪晓兰在世人的心中形象依旧是那么的高大上,至于她的风流运势只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